那槟城湖内一处公寓的400多户居民 上个星期接获来自槟州政府和发展商的信函 指当局将会在靠近公寓的一处山坡地段 建设两栋分别48层和52层楼高的新公寓 那现有的居民就担心在山坡施工可能会影响土质 引发土崩 那五年的工程也将会大大的影响居民的日常起居 希望州政府能够收回成命停止计划 杀全部的飞机会影响到这样多的家庭小孩子那些 70多名居民今天在民政党宾州主席胡洞强的协助之下 召开记者会抗议高密度高风险的发展项目 同时阐明如果计划竣工 1200个单位的2400辆轿车 势必会加剧棘手的交通拥堵问题 与此同时胡洞强也质问当局 为何会给项目亮绿灯 更怀疑项目是否符合山坡发展计划的 250尺斜度规定 希望州政府能够出面交代 福州尺斜度高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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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度高 Parr